新坚敦社区西瓜节7月8号正式登场 社区第十二届西瓜节结合食农教育 还有三所将军学校的学生种了七种品相西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坚敦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 预计7月8号举行的西瓜节充满趣味跟精彩 邀请乡亲们踊跃的参加 讲一下今天的这个西瓜收成 包括我们那个新坚敦的那个西瓜节大家请你怎样 是是那今年的西瓜在4月13号 三所学校的一起种植 总共种植了一千两百颗的西瓜 有六种品种 那这一次收成的部分 现在我们已出股啊 前两天十九二十 由上个学校收成 每一次大概收成是三百五十颗左右 那整个这一次村庄 社区里面共种植了一千两百颗 也收成了大概有九百至一千颗的西瓜 那在7月8号社区有办一个西瓜节 就是第十二届的西瓜节 那也欢迎各位那个乡亲朋友都过来 新杰敦这边参加那个西瓜节 那在这一次的西瓜节活动里面 总共有三个活动 第一个是湛季的一个挑战 再来就是那个土仔 那个 不是童鸭鸭 那那个土窑鸡的一个品尝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那个西瓜的品尝 这三个 那也请各位 各位乡亲朋友都可以来新杰敦这边参加 这一次的活动 谢谢 为了筹备西瓜节活动 社区居民从4月到5月开始计划 种植所需要的蔬菜跟瓜果 4月13号 博春多年安南三所国小的将军命名的学校 总共300名学生参加西瓜的种植 然后经过70天很用心的照料之下 总算学校在带领学生前往摘取西瓜 博春跟多年国小学生 也在这个月的19号顺利的摘取 安南国小是在20号前往 社区志工引领孩童以接力的方式 完成这一项活动 让小朋友开心品尝自己种的甜美西瓜